新门的这个乡亲来跟我们反映说 就是大陆的亲人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小三通走来探亲 那在我们七月不时跟台湾这个陆委会反映以后 终于在陆委会终于同意 这个7月20号开始 这个大陆人士来台湾探亲 来台澎金马探亲 是可以走小三通这条水路 陈宇珍表示 开放大陆配偶亲属通过小三通赴台探亲 是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 期待民进党当局放下政治考量 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尽快全面开放小三通 陈宇珍认为小三通是连接两岸的重要纽带 厦门金门之间有小三通这一优势线路 应积极推动夏金融合 为两岸融合发展起示范引领作用 因为今夏已经融为生活圈了 今夏事实上已经一体化了 那两岸人民多多往来 那就会减少误解 那促进融合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觉得今夏融合是一个很值得推展的事情 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说变成是两岸融合的一个 先行先市的一个示范区 也能帮助 这一岸融合的重点 就是一岸融合的一个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变成一个